嗨!哈囉!Man's Game的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從今天開始的第一集好不好 就是我們會在副頻道裡面 開始分享我在使用的很多的相機器材 那我到底是怎麼樣看這些相機器材的設備 因為畢竟從之前到現在創業 我大概已經從之前到現在創頻道了 這個頻道就是有這個好處 我講錯話我不會再剪了 口頭修正就好了 從創頻道到現在已經滿四年 到這個月是滿四年 那從之前的這個器材控啊 一直到現在慢慢越東西越用越隨性 但是我總之 這四年下來用了這麼多的設備 然後想說跟大家分享 我在每一個設備使用上的一些看法跟心得 那這個系列的影片應該會 最少會出五集到五到十集都有可能 那就一直延續下去吧 然後每一集大概都講一點點講一點點 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GoPro GoPro這個GoPro呢這個東西呢 對於現在很多人都不陌生 那GoPro可以說是運動攝影機的這個十足啊 從GoPro一二三四五六七 現在已經出到七對不對 那中間還有出小台的 那現在也有很多其他的品牌 那其實我們講GoPro 我們通稱它為是運動攝影機啦 你用的品牌也不一定是GoPro 但是無所謂 那GoPro它有一個最大的什麼特色呢 第一個就是它廣角 它的這個攝影的角度特別廣 再來就是它好攜帶 然後重量輕 那我到底是怎麼樣來使用這個產品的 早期我剛創頻道的時候呢 真的把它看成它神物一樣 你知道嗎 改喊它型的 就是我好像一顆這個 我就可以來創頻道 或者是拍生活紀錄 那也曾經呢拿著這 那時候剛好在很沉迷GoPro 買了好多的配件 然後那時候頻道 在創期之前的半年的時候 還跟了一兩個攝影師 職業攝影師的朋友 還跟他們聊說 哎呀你們怎麼不用GoPro拍 現在想起來真的是有一點無知啊 因為他們那時候也是笑一笑 因為他們身上背的都是Canon的5D Mark 4 或者是那種大顆的砲管 那我就想說哎你們怎麼不用這個拍就好 為什麼要用 因為那時候根本不是很懂 那一直覺得說GoPro就很厲害 反正現在回想起來 就覺得這裡有點無知就對了 好 那總之呢 我們現在聊聊就是幾個 GoPro的 第一個 它這個GoPro的這個產品呢 我來看一下 我看一下 在這邊 在這邊 好 你一些我要講的內容 然後 第一個現在目前GoPro很多人在用 然後它的優點是什麼 第一個 現在呢這個是超廣角 它的廣角呢非常的廣 然後呢可以拍到4K 而且是每秒60張 那你有時候可能會聽到說 為什麼我在講每秒幾張 譬如說每秒30張 24張 60張 90張 120張 那這個東西很重要就是 因為我們人的肉眼的視覺 大概是每秒24張以上之後 你看到的畫面就會連續的 這樣畫動畫一樣 所以你在看畫動畫的時候 你會發現為什麼一些動畫呢 會跳格 就是它每秒張數太少 那這種每秒張數太少的時候 你就看到它在跑步啊 或者是做快動作的時候 它是跳格 譬如說手伸上來的時候 第二格居然在這裡 第三格已經到這裡了 那如果格數比較多呢 它畫畫就會畫得更細一點 它會從這邊到這邊 那因為現在已經是電腦動畫了 所以就沒有用手繪的辛苦 所以呢格數就會比較多 以前在手繪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 那個格數不夠的 那動作呢就會 這個跳來跳去 那拍影片也是一樣啊 它一秒裡面呢 如果只有24張 你如果譬如說像 那個你如果看過MOD 你就會知道 你如果看MOD 看那種公路車大賽 你看那個4K的畫質 在那公路上面跑 大家腳在踩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腳在踩的時候 它的腳不是這樣踩 它是腳就這樣 這樣子突然上去 又這樣子又下去 就是踩一圈好像只有三個角度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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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腳在踩就是 那就是格數不夠啊 但如果你格數高一點的話 就會看到它就會很流暢 好不好 跟大家講一下 這格數的重要 那 格數又高還有什麼好處 就是 你如果平常是 你看到這個畫面不錯 你想按暫停截圖 它的畫 它的畫面呢 也會比較清楚 你如果格數不夠的話 就會很多會模糊的 譬如說你看到一張 是手比這樣子 結果呢 臉是清楚的 手啊身體都是模糊 因為還在動 那你格數不夠 也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好不好 那4K真的是怪物啊 它這個4K居然可以做到60張 現在目前呢我們看到這種 比較好的相機 像單眼相機 好了 即便有4K 也都只做到多少 做到30張 24張 那比較 好的專業的攝影機 甚至有的 也只做到24張而已 那 這個能夠做到60張真的不容易 好 然後再來就是 第二個優點 就是它的手持穩定 現在目前可以說是公認最好的 你幾乎拿在手上就可以拍 它不太會晃 它這個手持 第七代的這個GoPro真的是太強了 這是它的優點 再來就是它快速的開機 譬如說今天我 看到一個場景 我現在馬上要拍了 我們一般攝影機打開 你可能拿起來 你還要開機 好等我一下喔 然後我按錄影 1 2 3這樣開 這樣很麻煩 等它你要拍的時候都已經來不及 那這個GoPro有個好處 它有個快速 錄影跟快速關機 我現在全部都是關機的 都沒有開機 但是你看我只要 這裡有一個開關鍵 我按一下 好了 大概等2秒之後 它開始就拍了 它已經在拍了 現在已經在拍了 有沒有 它已經在閃紅燈了 這個已經在錄影了 這已經在錄影了 現在已經在錄影了 好 那我拍完之後呢 我再按一下就好了 不用管它 它已經關 它等下就關機了 OK 欸為什麼沒關機 好 這個也是我要跟大家講 對 通常這樣拍完之後 按一下它就會關機了 好 那現在它沒關 喔有關了 關了關 關機了 等了一下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最大的優點 我說片子 我都放在口袋裡面 放在口袋 我現在看到譬如說 我出去外面 我要補一個畫面 譬如說補一個捷運 這樣子 車子這樣過來 在捷運站 那我就看到捷運 我就馬上拿起來 按一下就拍 然後這個鏡頭拍完 再拍下一看 這樣過去 好拍完我就收起來 然後我就上捷運 這樣子 補畫面 所以呢 它最常拿來讓我補畫面 使用非常好用 好 這是它的優點 然後再來就是它可以掛在身上 你可以買很多的配件 來使用 那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方便的 那如果初學者 你想要拍生活紀錄 其實是可以 然後我要再講一下缺點 就是雖然它現在可以做到4K 但我坦白講 它畫質其實不好 尤其是在室內 我想各位應該都有看過我四川的影片 很懶 我都用近距離 我就用GoPro拍 各位可以感覺到第一個收音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沒有外接麥克風 GoPro它是可以外接麥克風 但是我卻沒有外接 OK 然後再來就是 它畫質不清楚 只要是亮度不夠在室內 你會發現我 很多的影片裡面用GoPro拍 你會發現很多人在現在留言 Alan你是有開美孵模式嗎 就是美肌模式 我坦白跟他講 我完全沒有開美肌模式 GoPro它的缺點就是什麼 你只要亮度 光線不夠的時候 它的畫質解析度就會不好 那你就會看到我毛細孔就不見了 那毛細孔不見了 你就會覺得說我是開美肌 事實上我完全不開美肌 Alan不玩這一套的好不好 結果沒有 這整個畫質就完全不對 這個是我的感覺 再來就是它雖然有4K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4K 60P這些畫質 解析度我不知道是 它真的有辦法做到真實4K的這種這麼美的畫面 你看到很多GoPro裡面的廣告片 那些很多東西都是修過的 顏色什麼都修過 其實我們自己在拍是不可能拍出這樣子的 好不好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再來就是 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GoPro它譬如用Type-C 然後還有外接麥克風 那它的原廠的外接麥克風 有一條線很硬 那一條不好用 所以我都沒外接麥克風 光想到那條我就會瘋了 基本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GoPro我會怎麽用 那它就是現在變成我是大部分都是在補畫面的時候使用 那有時候如果真的很懶 才會拿來當主相機 但是它的收音 如果我不好克服 我不可能把它拿來當主相機 再來就是它畫質呢 還是有待加強 不過呢 不能否認現在目前它還是 運動攝影機裡面的霸主啊 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想要買一台GoPro的話 它可以拿來做什麽用的圖 簡單的生活紀錄近距離的 你別想要拿它來拍風景 不要傻了 那是沒可能的事情 因為它太廣角了 你拍出來畫面的第一個 沒有辦法 它只能拍中距離 也就是第一個在你面前的 譬如說現在 你對它講話 然後你給你們看喔 這GoPro有個好處喔 就是它因為它超廣角 你看我拿這個距離 有沒有 你看各位看畫面 我拿這個距離 我只是手這樣拿這樣 我就這樣子喔 大概兩個手掌的距離而已 這個距離呢 就已經可以 對著畫面講話 而且它不太會晃動 你看我手這樣晃 畫面裡面我幾乎不太會晃動 當然你要容忍 我剛講的一些缺點 然後再來電池的部分 基本上它因為有快速開關機 所以如果你不是一直按住一直長拍 用個半天是沒什麼問題 因為我拍每一卡 大概頂多一分鐘就結束了 不會拍太久 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GoPro 那我的看法就是 它可以當作我的輔助相機 那主要相機呢 可能還差遠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一集見了 拜拜